I want to make a great, better and better change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relationship, because it's wrong. 亲爱的拜登总统,我想在这里述说一下我们胡编对话的一个情况,今天打算建立一个APP,就是打通任督二脉,我在美国已经15年了,在这里呢,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呢, 我觉得我跟美国民主党,原来是克林顿总统,然后是奥巴马总统,一直都在保持着一些不谋一面的联系吧,今天呢,我带了一些资料, 就是把我们这个过去所做的所为啊,我们的信件呢,来晚的信件呢,我给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呢,看看你还,看看您还记得不记得,您给我写的那个,写的写的邮件, 你看啊,我这个拿出来了,这个在这里呢,在这里我给咱们回,做一下回忆,温故而至亲嘛,在这里做一些回忆啊,你看,这里呢,我给,一个是我们,你看, 一个是呢,2010年,那个,1月10号,那个,米歇尔奥巴马,啊,那个,给我,这个, sent an email for me,然后谈到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美国公民的,这个,总统的公民,这么一个话题, 我觉得呢,这个话题很好,但是呢,呃,但是呢,没有兑现,很遗憾,这个设想呢,啊,他,这个文,文章里的指名道姓是,提名我为,这个,美国总统的,总统的公民,啊,这个呢,后来我就,回,一个,写了一些回信,啊,写了一些回信, email,提出了,我的一个,一个,对这个,美国的孩子们的,培养孩子们人才的一个建议,这个呢,呃,后来,米歇尔呢,采纳了,我这个,我给小布什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呃,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新美国形象, 那是,后来这个,奥巴马这个,这个,执政了八年呢,做的,然后,2014年,访问北京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十万强计划,这就是新美国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呃,看到那个,呃, 古埃林,在北京奥运会上,呃,大放异彩,这个也是一个,十万,十万强计划当中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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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影,我们看到古埃林呢,这个取得这个成绩呢,我觉得这是,也是美国的光荣,因为什么呢,美国青年呢,和中国青年,一旦结合起来呢,就能闯造出,人间的奇迹来,这个什么事情,这个呢,就是,不是反面教材,反而是一个,大家应该鼓励的,一个现象,啊,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呃,将来,走的路越来越多,聪明的人呢,就是从这里看到了机会,看到了美国的政策,看到美国将来的,中美合作的一个前景,这就,在大家呢,博彩动场,中美合作就能产生出这样的人间奇迹,这是,美国青年有千千万万个,古埃林将来能够,能够起来,但是你要想要,觉得有,有些,不,就是感觉到有点不舒服的地方呢,我觉得,你大可不必, 你看到了我,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培养的,那么,举个例子,我是中国人培养的,改革开放,参加了改革开放,啊,那个40年,然后要来到美国,就是把最后的,那个,这个,这些,积累的宝贵经验,都用到美国了,然后才能提出来,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 我觉得这个价值,一点都不比,古埃林这种现象,差,这就是,我是在,啊,把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经验,拿到了,移植到美国来,而古埃林是把美国的一些,基础性呢,到了中国去,结合起来,啊,正好相反,我们这个两个人,正好是两个典型,啊, 啊,我也是拿的绿卡,他也是拿的绿卡,我们在这个绿卡上,当然,应该有更多的文章可以做,这个,这个实际上来讲呢,呃,我回头会,呃,在每天呢,以后每天在这里做,做一些,直播,做一些我们这个对话的video,然后,呃,给您提供一些,我们这个,呃,提供一些,提供一些,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啊, 啊,大家的,呃,不谋一面嘛,啊,我也是,我来到这里,我是中国人,中国的改革改革者,我也是美国的一个改革者,啊,我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啊,那么将来呢,最终呢,最终我要,安葬在这儿呢,安葬在美国,那个福利,嗯,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呃,我,那个,我金利啊,啊,我已经买好了墓地了,就是,也就是,我是永久的美国居民了,啊,就是因为我,就是, 我不在了,那么也会在美国长期的居民,啊,你看到这个,对,对,对面这个楼,啊,对面这个楼也是,也是我这个楼,啊,就是我把,我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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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楼啊,也是我的楼,所以我呢,在这里永远的永远,啊,这个就是,都,都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当然,我也希望,这个,这个,这个,中美之间,啊,啊,建立一个, 新型的一个大国关系,这个大国关系,非常特殊,因为三千年前,啊,中国人就来到了美国,这个印第安人呢,就是中国人,最近的考古的,那个三千年的文,那个加古文,那就是写的中国的一些文字,嘛,啊,所以说呢,中国,中美关系,渊远流长,对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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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这个,这个文化的一结合呢,那么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奇迹,这一点呢,我们的无数的事实,和将来越来越多, 的事实,会,会将证明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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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呢,希望我在社区呢,啊,能够做出自己的,这个,那个,那个,能够做出自己的工作来,我在社区呢,啊,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你看,这个是我的,在社区的活动,这是我们社区的牌照的照片,这些,这是我的一些,在这个2014年,2014年,2013年这个作品,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这个,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涛斯梅斯,那个,一个,一个,一个,参加涛斯梅斯的,这个人间交流的一个证书,啊,同时,一个聘书,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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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一个聘书,啊,这个,这个聘书就是涛斯梅斯的,然后就是,呃,培养我们,呃,做一个伟大的沟通者,啊,community,啊, 啊,我也是在这里呢,啊,我也希望能成为美国的,这个总统之间,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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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总统和这个,其他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当中呢,也能够做一些沟通,沟通工作呢,沟通了,人有沟通了,才能进步,这就是我在,当年搞这个,参加这个,涛斯梅斯的学习的时候,一个,一些文,一些资料吧,啊,另外,这里呢, 这是我在,那个,在当时的资料的一些发言,啊,那就是,就是在社区活动的一些,我也是社区活动的一个集体分子了,啊,另外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呢,你看到,这是奥,我给奥巴马,奥巴马和米歇尔奥巴马写的这个,呃,写的这个,呃,写的信,电子邮件,一共呢,有很,很长,一共有五篇,啊,我,我,我,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东西呢,我将来给你,呃,通过那个电子邮件,啊,我把它发过去,啊,让你参考一下,一个,一个,新美国华人,是怎么样子在美国生活的,这十几年,做了哪些事情,what,what doing,for,for our country,不要问我,啊,国家为我们做的是什么,而问我们自己,为国家做的是什么,看,我写了比较多,多的篇幅,然后呢,嗯,都, 我用,我用电子邮件给你发过去,今天呢,今天呢,就做一个短视频,十分钟,啊,我们就讲一个,开通一个APP,开通一个video,啊,我呢,叫AlphaOcean,那么就开通一下我们之间的,这个,这个,正式就开通了,我这,今天呢,是第二次,在这里,跟这个,以这个,对,对,对话,那个,呃,拜登,卓拜登,就跟您对话的, 第二次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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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边的讲,讲演了,啊,将来我会天天的,啊,几乎是每天,或者,我不是每周一次,而是我经常来,就,就像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叫天方夜谭,啊,那个,我呢,我,我,我同时也希望你,你呢,啊,成为那个,促进中美关系,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伟大的,一个, 一个,伟大的,一个,一个,推动者,就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啊,嗯,但是呢,往往呢,我感觉呢,就是,民主党呢,美国民主党呢,有点不误实,就是,怎么,我,就是,是我直言,讲意识形态,讲的太多了,真正来讲呢,按照规则办事,按照宪章的规则办事呢,实地做的比较少,啊,所以呢,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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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呃, 有的感触,特别是台湾问题吧,台湾问题上,这个,作为,作为特朗普来讲,他是个商人,他是一个,呃,这个商人呢,就是在商言商,就是讲利益的,但是作为你,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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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就是当时的议员 所以你对美国这个事情是一清二楚的 那么我希望呢 我也跟你来交换这个意见 我们把这个问题按照规则来办事 到底什么是Aversing is true 西北大学 美国西北大学 它有个孝训 我们要讲真话 Aversing is true 我们现在来讲呢 我就觉得拜登讲话呢 现在有的地方呢 It's not true 所以你既然如果不讲真话 你将来在历史上 就会留下一个给自己留下一个污点 对不起我们这个宪法 对不起我们的宪章 对不起罗斯福总统开创联合国的工具 我们现在有两个工具 一个是联合国的工具 一个呢 现在是我们有一个 那个阿克斯罗德 写的一个合作的进化 这个呢就像一个 直到我们博弈论 处理这个政治关系 国家关系 这么一个指引 这个指引呢 我以后的时间呢 跟你在一起讨论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善良的 抱着善良的心 另外呢 不要首先背叛 就是这个背叛什么呢 背叛了法律 背叛了原则 以前美国的时候 在初期的时候做得很好嘛 美国不承认那个台湾 那个是一个政府嘛 做了很多那个 GEOC 本来是ROC 台湾 Province 但是他自己要说 自己个Nation 这个就是一个 完全错误的 一个荒唐的一个 论论嘛 所以呢 我把这个证据啊 都 都 准备和你一一交流 然后呢 有一个 就三个位 我们来了 我来了 同时我看见了 我征服了 我希望呢 我们两个 一加一啊 啊 one by one 这个side by side 啊 我们能够解决好台湾问题 就我们两个人 这个美国西部牛仔 西部牛仔精神 不知道 一个人到了地方 都撑起一片天呢 啊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牛仔精神 我到了美 而且您 您说过啊 美国是个自由的地方 只有在自由的地方 才能创新 啊 我希望你也得 记住这句话 我来了 就是冲着你这句话 来的 那么我来的 做了哪些创新 我会跟你一一说 说清楚 再一个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希望啊 啊 你做一个中魁 我们中国人呢 讲中魁是打鬼的 啊 那个谁是鬼啊 啊 那些讲假话的 分裂国家的 台独 蔡英文 就是鬼 牛 这个是 他就是 中国有句话 画成美女的蛇 毒蛇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啊 这个 他 因为他应该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啊 这个Construction 啊 但是他呢 背叛了这个Construction 啊 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宪法当中 大家每天都说的一句话 叫 那么就是一个国家 是不能分裂的 但是蔡英文就专门搞分裂 就把一个国家给 啊 这个这个把人民 把台湾人民就害了 啊 把台湾人民就误导了 这个做了很多的 这个护国殃民的事情 做了很多 啊 自欺欺人 啊 这个空手套白狼 啊 无中生有的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些 这些 这些谎言 编织了很多谎言 包括啊 一边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大陆在那个那个 包括李登辉 陈水扁 甚至包括马英九 啊 我们为什么这么这么沉痛的说 台湾问题 现在问题 拖到现在 就是因为不老 不说老实话 啊 这个这些事情呢 所以呢 给台湾人民呢 造成了一些 啊 留下了一个战争的隐患 就是不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啊 我们 我我我今天呢 在这里呢 就把这个问题呢 啊 先做一个开场白 啊 第一个呢 啊 这个 有 您记住一句话 就借中奎啊 借中奎来打鬼啊 啊 啊 这个我们两个携手起来啊 就能使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 啊 就变成一个 铜墙铁壁 变成 因为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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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拉图啊 说了一句话 相同产生友谊 而不同呢 产生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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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杂交优势 就是产生事业 何为贵嘛 那 因为一阴一阳为之道 而我跟你呢 这个文化的那个差距 我们年龄差不多啊 您您大了 大几岁 那么就是我们的中期文化不同 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热爱国家 热爱美国 热爱也热爱中国 啊 热爱人民 也热爱美国人民 也热爱中国人民 这么一个心 希望我们在老年的最后的一个时刻呢 做为人民呢 为这个国家呢 为中美之间呢 做一些事情 力所能及的事情 相信我们也能创造出奇迹来啊 只要我们两个人啊 啊 side by side hand by hand 然后呢 心连心啊 同心之言 就一定能干出一个大的事业了 我们也能创造出人间奇迹来啊 相信我们啊 那个 一起走向未来啊 这个未来的结构呢 是个未知结构 要从我们自己的手里啊 来创造出这种一个啊 创造出一个新新新新新的中美关系来啊 啊 把奥巴马没有完成的事业呢 我们把它完成 奥巴马完成了三个 就是我的三个代表的那个一个 一个一个是这个这个人才的一个这个十万强计划 我希望您呢 啊 拜登总统呢 能够继续啊 促进和加强中美之间的青年的交流 出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个啊 这个 古埃林 这叫 这个 叫做有一句话叫韩信典兵是多多益善 我希望呢 这样古埃林这样的人才呢 多多益善 啊 但是他 那那个奥巴马呢 有两个事情没有完成呢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新美国城市 没有完成 而我呢 希望和你一起完成新美国城市 这个 releving the city 啊 我提的一个巴尔蒂摩和这个深圳那个大湾区啊 啊 进行这个进行一个强强联合 有很多后补优势 嗯 这次不久前呢 我跟 给那个 特朗普总统呢 前总统呢 也提出这个建议 但是他看不到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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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的曙光啊 正像很多美国人啊 对中国问题的了解的程度还不深 因为我是呃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开脱者 就是使作用者 所以我有十足的把握 我希望呢 这个事情上来讲 能够帮助美国解决好这个啊 实体经济和中美结合的一个实体经济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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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经济的一个合作 啊 嗯 我是我们做自己的棉薄之地 虽然我们不是什么黑人 但是我们能做我们的事情 就出 就一定能够希望能够开个 啊 利用你啊 利用习近平这个在位的时间 把这件事情做好 啊 你跟你跟习近平不是好朋友吗 那么我们正式要 好朋友就是要做事啊 不是在那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空谈物骨啊 实干新方 就干出点实际事情的 啊 第三个呢 就在这个干的过程中呢 重新树立美国的形象 这就是啊 新美国形象 这就达到了 这个事情 我就不展开了 今天我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了啊 啊 我们来日方长 我会经常的在这里啊 啊 这个 和您这个湖边呢 这个 和您聊天 也和 呃 这个对话 呃 习近平 啊 对话这个 这个 川普啊 那个 唐纳德川普啊 这个在这里呢 我们就 这个就叫做高峰亮 高峰会谈 就是 就是高峰啊 啊 相逢在高处嘛 啊 高在高处相逢 啊 这个 登高望远啊 这个 这个 不不不不 不谋万事者 不足以谋一时 啊 这个 这个 登高望远呢 大家才能 才能够 胸怀才能够开阔啊 那个 如果那个 说 啊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 比大海 看空开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 开阔的是 我们的胸怀 我们希望呢 自己 我们的 啊 我们两个人的胸怀呢 可以 可以装得下太平洋 可以装得下 全世界 啊 解决好 这个未来的这个 格局问题 好了 那就现在就在那 谢谢了 我在这里 这个 您再看一下 那就是 这就是后面的一个 嗯 这就 这就是鸭子湖的这个桥 我们就是在做一个 桥的工作啊 啊 这个桥呢 我们就是给这个 铺桥搭路 给年轻人呢 搭桥铺路 培养年轻人 这个问题是比我们多少金钱 印多少钞票 都是钱 这个 一个领导者 一个政府的一个政府的官员 就是要 把这个市场的搞活 如果市场搞不活 就是政府的事 里根不是说吗 政府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就是政府的问题 对吧 我们政府的这些 总统啊 啊 总统也好 拍子真的也好 他说我们这些 谋是要 我们当中就是这里的 啊 沟通者 做一个沟通者啊 做一个great沟通者啊 啊 那个远处的地方 那个楼啊 啊 那就是我的家啊 啊 我会用我那个叫 我会永远在这里的啊 这是我死了 我这个楼也在啊 那就是我啊 啊 好 希望你有机会到这里来 我们一起来啊 一起来 但是我的英文不好 啊 嗯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你能不能听得懂 啊 我这个讲的可能快了 我会的 会多进行调整一下 把这个语速度啊 给降下来 嗯 谢谢您了 再见